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列 帮我Google状元吉地周游来 好的 我在网路上找到了 关于状元吉地周的游来 传说是在600多年前的广东 有个小男孩姓伦明文旭 从小喜爱吟诗作对 虽然读书了得 但是因为家境贫寒 常常得出门卖菜帮忙家祭 某天他经过一间粥铺时 肚子饿得发慌 但身上却没有半毛钱 肚子饿了哈 以后就来我店里卖菜 再顺便请你吃碗猪杂肉丸粥吧 就这样半工半读数年后 伦文旭竟不负众望高中壮元 念旧的他 回乡后前去探望粥店老板 并点了一碗当年常喝的粥 您新科壮元还愿意来我这破旧地方 喝当初那道家常口味的粥 真是荣幸啊 这道猪杂肉丸粥因此爆红 还被改称为状元吉地粥 也因为如此 还成为中华料理中 最富盛名的乐视粥品啦 这就是状元吉地粥由来 我无法理解 实地求人破坏食物原型行为 包煮出来食材相当软烂 很适合体力不佳时候吃 而且能提升食材营养价值 地球人吃了迅速恢复体力 为什么包煮出来软烂 而且营养价值高 蒸根炖是隔水用蒸汽热熟 锅内的恒温会在100度 煮跟包呢是直火烧滚 整个温度会稍微高一点 而且包的时间又长 猪肚蛋就会最软烂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检测这个汤的成分啊 蛋白质跟矿物质的含量 高也是胜出哦 原来如此 煮粥时都会用个特别容器 表面粗糙凹凸不平 重量高达两公斤 难不成地球人想顺便锻炼二头鸡 你说的是砂锅 它可是包粥神器 为什么要用砂锅煮粥 由淘土混合砂粒做成的砂锅 它本身的材质特性就是耐热又保温 再加上淘土的导热系数小 锅中热量不易散出 蓄热力加 受热均匀又耐长时间烹煮 是包的最佳容器 砂锅有许多优点 包中少不了它 但我分析网路上关于砂锅资讯 网友常抱怨砂锅容易裂开 砂锅为什么容易裂 像是因为内部去碰到碰撞 或是使用到热碰撞系数较高的一般陶瓷 这时如果直接放火上煮 或是温差过大就容易因为层上部均导致破裂 比方说装了一半尺材的砂锅 在大火上加热时 上方没有接触到食物的地方 若接触到火焰 温度一定会高于下方有食物的区块 这样上下部位温差就有可能造成陶瓷均裂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降低这个材质的热膨胀系数 也就越能承受这个冷热温差的极速变化 就像是现在砂锅是耐热陶瓷做的 它里面有一个热膨胀系数很低的关键原料 那就是熟生耐火土的夜长食 有了汤 砂锅就能耐冷又耐热 麻烦问题就解决了 小神厨 我还想到一个trouble 包中要煮两小时 要是水煮干了怎么办 所以事前要先算好食材 以水的比例 大约1比3到1比5之间 即使中厨没水 也只能加热水 不能加冷水 为什么包汤中途不能加冷水 包汤中途加冷水 正在加热的肉与冷会收缩 肉中的蛋白质 营养素 就难融出窝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想到食材要煮熟就要随时搅拌 地球人不就无法实现 多躺在床上一分钟愿望 其实不用一直搅拌 包的时候还是能躺在床上 为什么包中不用搅拌 用大火就可以让米粒持续翻滚 不会掉落到底部让它烧焦 而且它可以在米粒在高温下 迅速膨胀破坏结构 加快它轮烂的速度 对啊 赶到大管的时候 这时候米粒就会包开了 就可以转小火 继续慢慢包两个小时 包两个小时后 一碗热通通状元吉利粥就完成了 地球人生病时候都能吃到丰盛料理 有时小神厨也想休息一下 机器人是不能休息的 24小时随时待命 小神厨你还在运作吗 看来小神厨机械寿命已到了期限 要呼叫环保局回收大型被弃物 我只是用城市投射休息模式 还是能继续运作 请勿随意丢弃 请勿续运作